南投生技公司经传恐怖枪击案 位于草屯镇的康建生技公司14日遭歹徒闯入开枪 歹徒手段凶残 在4个小时内连续枪杀夺走4条人命 一人命为 各个都是朝头步行刑事枪杀 目前还不了解 因为我们现场他们的员工 我们现在正在厘清 他们现在这个阶段目前有没有跟其他什么人 有一些争议或是纠纷没有 那我们目前还在厘清中 经传出这起枪击案 已与8年前同样发生在康建生技公司的一宗袭击案有关 据目击者和员工描述 怀疑理性离职员工涉重嫌 而据调查理性男子8年前因机械操作 与红姓女课长产生嫌隙 隔年里男持铁棍埋伏 潮红女头部猛急并喊打死你 李男后来被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 法院审理时 赖敏南 刘姓客长 张姓女员工等人都曾当证人 如今三人已死亡 为董事长赖敏南命违 不禁让人联想到犯案动机是否与该起就案有关 我看到宅女的形象吗 你们认识他吗 他怎么跟你们讲的 他怎么被控制吗 第二天 第二天 口据 哀 导 zosta